尤其是剛上車的盤,供應量是不夠的,說新的東西 舊樓有很多二手樓,在比較偏僻的地方或舊區都還買到200萬以下 我們現在說新的供應,似乎看到的供應,過往這幾年 完全完全差不多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在這方面有些新的供應,那也是一個好事來的 你可以給多少錢,你都知道是供求問題,你一樣是解決不了炒風的 其實是製造了機會給別人去炒 現在不是拿起,拿了錢出來 可能到時候有一些限制轉售 但如果這樣涉及一個問題,因為市建局一直去建樓都不會限制有些什麼 都是市價和誰都可以買 如果你根本在買那個人裏面的資格沒有限制 譬如你資產、收入也沒有限制,那你怎麼可以限制 沒有什麼可以限制到,為什麼要限制?一個私人市場 我想你其實這樣,最近為什麼會突然吹得這麼行呢? 因為很多政黨要求政府一些土地的供應,起一些小單位 但如果他在市場那裏拍賣土地,然後限制多多 他又賣了少錢 賣了少錢,而且好像不太好 於是他寧願,如果是地,亦都可以用某個名義 讓市建局用來建,因為市建局是他可以控制得到 然後就令到市場這方面的供應 由他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機構來執行 並且就是如果有很多市建局受影響的業主 根本他在區裏面經常都說柳換柳 那柳換柳,如果他建得一些平實一點的 那是不是可以對一對價錢,如果可以的呢 是不是可以能夠做到柳換柳呢? 就是多些人產的柳換柳 會不會這樣呢? 我猜政府幾全其美,希望能夠做到這方面 其實這個是掩耳盜鈴而已 純粹就是,既然民調這麼多事情 政府就好過不做事,做些事情出來 但做這件事不是真真正的對問題去解決的 純粹就是,你打一次嗎?給他一指抹一下 那你抹一下那個鼻涕而已 不是等於幫你以後不會打一次嗎? 這些問題 我相信政府有一男子措施的 包括好像說我們朗平 你真是相信這個政府 招標那個呢? 我們就給一個限制下去,叫他起細單位 陸續有來的 剛剛看到,曾蔭權也跟張振遠一起去 巡視一些舊區 不過,看回以前那麼多的歷史 就是,地產商對著政府就可以說未輸過 如果這樣,今次的施政報告出來 除了事件局之外 其實很多的吹風都吹出來 包括可能有資助房屋,先租後買 那是不是一男子的措施裏面 就是包括輔助事件局 是一個輔助角色 就是可能起了一個市場上面 一個供應上面的空檔 另外一些,可能再低一層次的 真的連那些清水房 或者是一些實用率高的平實房 都買不起那些 就會有一些先租後買的措施 是不是現在政府的方案 是一男子推出來呢? 你問我,我一定是覺得居屋是最直接的 但為什麼一定是不可以叫做建居屋 例如,為什麼要搞這麼多先租後買 自己講大了 不是,我猜他就是因為曾蔭權 他做財政司的時候 他自己取消 到現在做特首 但我覺得不是的 時而世逆 有不同的環境 有不同的政策 絕對對 但他就好像很大忌 很大忌忌 反而你想想 其實我也算過 你先租後買 你究竟那個 那個數目 如果同一個土地的供應 同一個居屋 同一個這個 居屋 實際上上車容易很多 如果先租後買 其實你講的是 是頭幾年租 是頭幾年租 我曾經詳細都想過 他是不是很害怕 這幾年樓價波動 就說不如匪你捱幾年租 到時跟你儲個首期 到時樓價大跌的時候 剛好租金變成首期 但如果不是 我計算過 就算我當你六千元 當你六千元一個月租 其實你已經在補貼 可能在補貼的市價 一般比五百呎 如果你是存三年 你都是二十幾萬 我當你賣三百萬 三成首期都要九十萬 如果正常這樣 你只有二十幾萬 那你哪會儲得到 如果你250萬 都75萬 所以實際上 除非你在那裏 到時樓價 就再要打個折扣 如果不是 根本你沒有可能 就從他儲三年租 給他 都做不到首期 我不知道 究竟是不是條數這樣計 好 條數怎麼計 不如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就繼續計算 先 回來見 回來節目時間 跟謝山聊一下 我知道你們學會提過建議 先租後馬 你也有向政府提過建議 剛才陶緊生就說 先租後馬 這條數算不行 你租金 租了幾年之後 可能只有二十幾三十萬 哪有夠錢給首期呢 五陽 你們條數怎麼計 其實 或者講講 在外國實際的情況 是怎樣做 通常是租五年先的 而在訂租月的時候 在訂租月的時候 我要強調 就是立刻已經訂了五年後 那個買價 而那個買價 一般來講 是現在的市價 而那個租金 五年內 會不會變呢 看看那個供應者 是怎樣 在英國來講 有兩種供應者 一種是類似房屋協會 另一種是私人發展商 和政府 大家合作計劃 那講回租金 那這五年的租金 先當定了 那五年後 我們講的租金 不是全數退回那個租客 是可能是部分退回他 幫他來給首期 而我們最重要的強調 一件事就是 這五年裏面 這些租客 我們估計 他會升職加薪 因為這一班 我們講的是比較 現在等於我們香港 是夾心階層 那個對象 就不是講 居屋下面那個對象 那另一件事 如果樓市上的話 那五年後 五年後那個價錢 銀行的股價 一定會高 過現在的買價 如果銀行都肯借九成檔 那你剩下下來要給我一成 相比來說 其實很小 我們都是假設 他這五年裏面 這些租客 大家都是年輕人 有為 受上準心 兩個小口子 人工家 升職 變了來講 亦都會存到首期 還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講的這些單位 是買回去住那個單位 即租那個單位 那令到他呢 一進去住的時候 他對社區有歸屬感 甚至乎五年後 他不需要再籌錢來搬屋 他不搬的了 就是那個單位 那個措施 其實那個好處就是這裏 如果市跌呢 那他可以選不買的 那如果不買會怎樣呢 就轉回做普通租約 用回當時的市值 或者是甚至乎離開 那這些東西 在現在 今天簽那個五年租約 就要定了 那這些樓呢 就不是普通市場 外邊私人發展的 是剛才講的 一下就好像類似 他們叫Housing Association 就等於我們房屋協會這樣 是專門建立這個這樣的計劃的 或者是政府要求 那些私人發展商 在地盤裏面 給20% 30% 這些樓 這個這樣的計劃 是這種單位 就不是說給一筆錢 到處去租 到處去買 這個是要大家請請 那你覺得 如果你說這個新的方案 方法的話 和舊有的居屋的計劃 這個分別在哪裏 好處在哪裏呢 居屋呢 尹Sir你講了 居屋呢 就是那個針對那個目標人士 是一班租不 進不到公屋 就是那個日積的限制 都是低過夾心階層的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先租後賣呢 在外國的經驗 是講的夾心階層 就是這個日積收入呢 是估計它有機會供到樓的 就是將來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又會發生了負資產的問題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變成在以前的居屋的申請者 到現在都幫不了他了 如果先租後賣都好 是 這個是說的 所以我們講的是 不是先租後賣呢 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包括正話講 譬如現在居屋那班人士 怎樣幫呢 這個是要一難以措施 但謝先生 因為現在似乎 就是那個風就是說 政府就說死都不起居屋的了 但是呢 先租後賣呢 就代替了居屋 就代替了居屋 但如果謝先生所說 其實你跟收入 還有你那個 所謂的社會流動 其實那些呢 其實是高過居屋以前 即是夾心階層 夾心階層 以前是夾心階層 夾心階層 那些 那居屋那裡怎樣幫到呢 就是解決不了 始終解決不了一些 可能是 沒有那麼夾心的人 可能他更加低一層次的市民 會 會 會 還更加需要那些 我們就不會幫 明白 所以我們學會呢 都是贊成復健居屋的 一男子 一男子 即每一個 每一拳都可以幫到 沒錯 即每一個階層 我們都希望有個方法 幫到他們上車 然後呢 帶著一個和諧社會 就算 即假設撇開了 先租後買這個方案 其實都很多的假設在裏面 即假設一定會升即加一身 兩口子 真的會奮法向上 還有樓市可能又會升 還有銀行呢 又肯借九成 但銀行的事情 這是烏托幫 銀行會不會真的肯借九成呢 如果政府不擔保的話 這類先租後買的樓本身 剛才我解釋過 是專門建出來的 不是在市場任何一個私人單位 進去做這個先租後買的方案 所以在我的外國 譬如美國、英國 都已經進行了 變成對這一類這樣的產品 銀行、借錢的銀行 就會清清楚楚 可能背後的政府支持 也都說回正話說 如果樓價跌的 它可以不買的 我們現在不是一個必要買 政府不就變得很多負資產 政府的負責裡面 沒什麼的 這些樓好像我們公營機構 公屋一樣 政府還是那個公樓的大業主 即是如果將來樓價跌五年後 政府就打住那些單位做業主 對那個財政的方便 政府可以長渣的 政府就是 公屋而已 反正它有錢 政府怎麼長渣 如果長渣就不會有紅蟻半島 它可以長渣了 公事房委會要掉東西 政府有長渣 不如先一會 我們先看看新聞 一會回來 新聞之後會繼續討論事件局的新角色 和香港事業問題 回來節目時間 這節會開始接聽觀眾的電話 今天第一電話有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早安 各位支持 早安 你見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問題 我也同意尹長說 你大雙峰感冒 你給了T數 沒有什麼意思 你現在不單止說年輕人事業有問題 現在是中年人事業都有很大的問題 你根本政府來說 你看到的問題 只不過做一些小收小報的事 你對著地產商 你就投鼠忌器 不敢動 變成現在的情況 很多民怨 我都說現在在香港 你做高官就好做 你換個在台灣 你搞到民不聊生 一打你 就像拉你出來 你現在做很多事情 你都是不敢做 你現在好像明天的施政報告 我都跟朋友說 叫做輸政報告 贏輸的輸政報告 那你就做一些小收小補的事情 我看它沒有什麼大動作 你現在好像 你現在講市政局的角色來講 它都是跟政府 可以一般政府的公務員架構做法 做法 你說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其實我覺得他們 發揮的作用不大 主要就是看政府 出牌的人 說是怎麼做 那他才有拿著版本怎麼做 好 多謝張先生你的電話 好 看觀眾都說 政府都是這樣的 都是如他沒有什麼了道 可能這樣 但是看了 蔡英權在網誌上披露 他明天的施政報告很長 讀兩個小時 還會極具爭議性 你猜是不是今次 他真的想挽回面子 整一波勁又玩一波勁 這個真的很難預料 我突然說 整個兩個小時 這個就是 因為往事真的一個小時左右 喝水都喝兩三 兩次左右 如果你說兩個小時 除非它很多是術士 很多將它頭的半屆 的好東西 讀出來 如果不是 如果全部都是新的東西 就真的很多 如果是這樣算 純粹 譬如說回事件局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可以想的 就是 最近說活化工業樓 如果那些工業樓的業主 自己都能夠做到重建 其實已經在做了 有很多大鶴咀 官堂也在想 也在想 有些可以賣散了 業權分散了 但如果分得太散 或者是比較大座的 其實市建局是可以參與的 因為如果那些鄰近 都是很多居住的地區 住宅樓 而根本現在整個工業已經是轉型的話 是不是需要那麼多的時候 當然我也知道有一部份藝術界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這樣又趕著他們 他們本來可以便宜一點來找一些studio做一下 但是可能他們的地方都未必可以在市區 如果市區的樓是這麼矜貴的 做住宅的話可能市建局或者政府都會想一下 是不是可以那些市建局都在工業大廈的重建裏面 尤其是市區那些都有些角色 如果是那方面都可以增加多些供應 因為你地產商自己重建工業樓轉做住宅 他們都是卡住在業權未必收集得到全部 你現在譬如說政府改了九成變八成強拍 都是50年樓那些 還有一部份是工業 但是它未必做得到的 如果用不到可能市建局都可以有角色 作為中共2010年 XX 這個 crop巴 catalyst 這也不一定 所以會是因為社會宣布的 是因為最近加起短ствие 要加強無機的 好 capable 感谢观看